穿上和庫銀行的制服 18歲的戴資穎 臉上還是滿滿之嫩感 事實上他在15歲那年 就被和庫羽球隊向重 成為預備隊員 18歲正式加入和庫 這次奪贏為國爭光 和庫也加發40萬獎金 技工並且晉升一職等 一次性的特別獎金之外 每個月也會對他們的營養金 也會做一個加碼 收入待遇應該會都到150萬左右 除了戴資穎 這次出征奧運的周天成和王子維 也是和庫羽球隊員 林荺茹 莊智淵和鄭宜靜 則是和庫桌球隊 長期贊助的國手之一 退役以後 轉任為教練 或者是顧問職 或者是從事銀行行員的正式工作 公股銀行主要給羽球員 職涯保障大型金控 則成立球隊舉行大型賽事 向社富邦金控 從六年前就開始贊助 舉重女神郭姓淳和高雄國手潘震從 這個機會在2015年的時候 從潘震從還是業餘選手時就被看上 如今他熬出頭奪下銅牌 富邦金獨具慧眼 並且在潘震從奪牌後 發出2.5萬美元 約70萬台幣 潘震從這幾年也致力於培訓新秀 2019年起以個人名義舉辦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 而系數其他選手 這次精彩奪金的林陽佩 屬於土銀與球隊 拿下銀牌的李志凱 背後則是華南銀行體操隊 經營球團或球隊得砸下巨額資金 但是銀行或金控壓隊寶 不但能為國爭光 也順勢提升企業形象 TV的新聞陽青坡 我是瑞瑞泰報道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